大家好,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,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,澳大利亚故事,节目,主要内容包括,一,澳洲在1930年代,袋鼠被当作奇观送往美国。 内摩,小六子,可以先等我们说说澳洲在1930年代,袋鼠被当作奇观送往美国。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,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小插曲,那就是在1930年代,澳洲的袋鼠如何成为了美国人眼中的异国情调和奇观。 首先,想象一下1930年代的世界。这是一个没有互联网,没有社交媒体,甚至连电视都还不普及的时代。 人们对于世界,其他地方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书籍,电影和旅行者的故事。 当时的美国人对于遥远的澳洲大陆充满了好奇,而澳洲独有的动物,袋鼠,更是让它们着迷不已。 袋鼠,这种有柱墙撞后腿,长尾巴,并且在育儿带里带着小宝宝跳来跳去的动物,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,简直就像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生物。 于是,当澳洲决定将袋鼠送往美国展示时,这些有带类动物立刻成为了轰动仪式的明星。 想象一下,当时的报纸头条可能会是这样的,跳跳奇观。 澳洲袋鼠惊艳美国,或者袋鼠来袭,美国儿童疯狂。 这些袋鼠在美国的动物园和马戏团中展出,观众们对于这种它们从未见过的动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 当然,这种跨国界的动物展示也不是没有挑战。 首先,袋鼠的运输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 想想看,你得确保这些家伙在长途跋涉中有足够的空间跳来跳去,还得提供适量的澳洲特有的植物来满足它们挑剔的实性。 而且,一旦到了美国,这些袋鼠还得适应全新的气候和环境,这对于任何一个只懂得用脚来表达情感的袋鼠来说,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 不过,这些挑战并没有阻止袋鼠成为当时的文化现象。 它们不仅仅是动物园里的展品,还成为了各种商品和广告的灵感来源。 从袋鼠造型的玩具到袋鼠主题的邮票,这些跳跃的澳洲使者无疑俘获了美国人的心。 最后,这段历史小插曲不仅仅展示了一种动物在异国的流行,更反映了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于自然奇观的追求。 而今天,当我们可以通过一部智能手机来观看世界各地的动物时,或许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勇敢的袋鼠。 他们在没有GPS和自拍棒的年代,跳跃主穿越了半个地球,为人们带来了惊喜和欢笑。 亲爱的观众们,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袋鼠在1930年代成为美国奇观的故事。 这段历史小插曲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袋鼠的独特魅力,还反映了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于自然奇观的追求。 当时的美国人对于澳洲的好奇心,让袋鼠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异国情调和奇观。 这些跳跃的澳洲使者不仅在动物园和马戏团中展出,还成为了各种商品和广告的灵感来源。 袋鼠的流行甚至超越了动物本身,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。 这段历史故事也提醒我们,当今的互联网时代,我们可以轻松地通过智能手机来观看世界各地的动物和奇观。 但是,值得我们思考的是,我们是否还保留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呢? 让我们向那些勇敢的袋鼠致敬,他们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年代,跳跃着穿越了半个地球,为人们带来了惊喜和欢笑。 最后,我想问问你们,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? 你们是否还保留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呢?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。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,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撰、设计、制作。 但是,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,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 谢谢大家收看。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,给我们节目点赞。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